跟我走 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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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你 我中原的朋友 能当上草原上的大蝉鱼果然不简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要遵循草原的选招 大蝉鱼果然不简单 权力 力量 金钱 我完全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 大蝉鱼果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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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蝉鱼果然不简单 小蛳不简单 刚才定在我屹幕志愿者 武员 香港有嘴都不简单 器官 哈 让草原饿瓢遍野 今天我龙庆就要替天行当 龙庆王子 忘了告诉我 我除了是金帐王庭的大蝉鱼 也是草原部落最强的修行者 弱大蝉鱼 吼 弱大蝉鱼 龙庆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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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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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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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天书啊 这么珍贵的机会 你不看道法典籍 却在天书上寻找一个人的下落 值吗 因为我认识一个人 他很在意宁缺的下落 所以每日 我便会替他前来查阅一番 你说的这个人 我怎么觉得说的是你自己啊 在我看来 书院众人当中 唯一能够真正威胁到道门的人 只有宁缺 所以她是生是死 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哦 何出此人的妹妹 都说书院是无限者 但唐人 还是会受到某些律法的限制 比如道德 唐律 比如礼法 风度 大先生和二先生固然厉害 但受到这些律法的限制 他们的破坏性便可以预估 但宁缺不同 如果是他想做的事情 无论是力量的压制 还是西陵的规则 对他而言都毫无意义 更不要说什么风度了 所以 他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你为何如此笃定此事呢 因为我和他 本就是同一类人 好像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幸好 这个人的名字 已经消失于天书之上了 只怕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 不会的 只有我可以杀死命缺 天书不可以带出知手冠 我先帮你收起来 你在切什么呢 这么难看 你 我给你买了良品铺子 这个是良品铺子 最受欢迎的礼盒 里面就是有十二种银食 你最喜欢的猪肉铺 好好吃 你是怎么买到的 我去了好几次 他们都说给卖完了 我特意找人买的 谁呀 是专门为人刨腿买东西的 划了我三两银子呢 还有这种职业呀 反正你下半辈子 要想吃猪肉铺了 你就跟我说 我全包 还下半辈子呢 咱们眼下的事都没解决呢 眼下 我哥那边 我倒是能搞定 那你爹呢 我爹 估计这一时半会儿也 那你师父呢 师父 我可不敢跟师父说 那要不你去跟我师父说 蔡师姐 不敢 你 要不 要不 你跟你师父说 行啊 我去告诉我师父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不像你那么怂 大不了我师父就法好跳瀑布呗 我还凉快弄 你要跟我讲什么 我还是去跳瀑布吧 我还是去跳瀑布 小唐来跟我说什么 师姐 你要不要吃猪肉铺啊 有话直说 师姐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道别 我想回西林一趟 去打探一下宁缺的消息 说不定还能帮上大师兄的忙呢 大师兄无拘一年都不曾找到他的下落 西林又怎么可能有小师弟的消息 其实我还想去一趟南海 找你父亲 不是俗话说得好吗 丑媳妇也得见公婆不是 虽然小唐她也不丑 但毕竟也是魔宗中人 这件事我迟早得面对不是 我就提前回家处理一下 就回来了 好 皮皮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回了炙手关 并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她那时小唐怎么来 小唐会等我的 你觉得小唐能够等你多久 你觉得小唐能够等你多久 帮我照顾小唐会儿 好吗 好不好 谢时间 老师 大师兄在世间 寻找小师弟和桑桑 已经一整年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老师 您说 他们到底藏在哪里 是生是死 一切皆有因果 天晴其般 便是他们的结束 那老师 小师弟和桑桑 究竟藏在哪里 棋盘 棋盘 问题是棋盘在哪 棋盘就在棋盘里 棋盘就在棋盘里 这岂不是 循环死劫吗 循环自然 生生不息 哪里会有死劫 只看天意 铺垫 棋盘 公主 棋盘 荣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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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伯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水源吗 老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伯伯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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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嘿 嗯 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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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11 10 10 11 10 11 11 12 12 12 11 12 13 15 原诗三剑 你为什么要还想丧 他是冥王之女 他没招你没惹你 你却要杀他 看来你是活够 他是冥王之女 他是我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 从小养到大 陪伴我十八年的人 冥王之女必须死 他是我见过最乖巧 最善良的姑娘 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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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诚 哎 小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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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小嫂 小嫂 没事 有我在 有我在 黑货等什么 对啊 小嫂 小嫂 没事 我们走 啊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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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过去了 书院还不打算 对十三先生 庇护明王之女 这件事表态吗 一年前 天启十八年 为何是天启十八年 大先生 这支铁剑属于书院 我要把它带走 小师弟也属于书院 不要把它带回去 大先生 我会将你的话 转告给蒋经首作的 待我向他老人家问好 将经首作 七年 你上来 这个罗盘 可以探知棋盘的方位 你带着他去找到名女 务必赶在书院大先生之前 找到她 为人间除恶 切不可心慈少软 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hören 您要答应 这 你请不吝点赞 您 ra Francis 波段 来了 iba 今天 这个黄金螺盘 可以带你们找到冥王之女 她的记号雪山被封 能不能让她醒过来 我是沈 大师兄 没事 受了点风寒 再来 嫂嫂 少爷 我好像睡了很久 你确实睡了很久 快看谁来了 大师兄 桑桑 我找你们找了一年 一年 现在是天启十九年 天启十九年 我们不是刚从棋盘里面出来吗 看到你在天晴树上会刻那些字 我就知道问题所在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你们 原来是棋盘的问题 对 棋盘一念 即使人间一年 天晴法力 果然深不可测 那 那 珊珊姑娘还好吗 珊珊姑娘一切都好 你们不用担心 他们追来了 你们快走 我来拖住他们 好 小师弟 带桑桑去月轮国 休息天晴宗法 可以助他抵御体内的寒气 快走 大师兄 保重 走 大师兄 大师兄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他帮你治病 应该耗费了不少天地元气 那他 不会有事吧 他可是大师兄 我来对付此人 你们带着罗盘去追那辆马车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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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怎么就甩不掉了 上面有法器 法器 什么法器 一个 打罗盘 罗盘 天晴法器金罗盘 可以追踪到另一个属于天晴的法器 怎么办 被他们追踪的是什么法器 棋盘 棋盘 是天晴棋盘 是天晴棋盘 暴露了我们的行 聪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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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uffalo 岐有此理 我是西陵长教派来的使者 难道汤王 想要包庇明女 liamo 你们想干吗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想干嘛 让开 我只说一次 给我滚 走 陛下 如今名女已现世 西陵和世间诸国 都希望我唐国 能有所表达 十三先生的选择 就是朕的态度 陛下 名与将士 是永业到来的前兆 不但世间诸国的伙主 就连世间的老百姓 对这件事也是群情激愤 如果这个时候 我大唐继续选择庇护的话 只怕是不得人心哪 宁妾和桑桑都是你的好朋友 难道你就不想救他们吗 儿臣虽然是想救 可作为臣子 儿臣 也当以大局为重 大局 何为大局啊 名女临世 永业将至算不算大局 谣言思起 铭心动荡 算不算大局 父王 我 书院净生 麒麟震怒 算不算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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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见呢 陛下 陛下 臣以为 宁缺是书院的人 不可杀 应当交于书院处置 桑桑呢 桑桑不可杀 但 明王之女 可杀 你这个人真是滑头啊 陛下的一念之差 使关唐国的存亡 那国师 是想让朕派人去追杀他们吗 我追杀他们 西林那帮走狗 会满意吗 作曲 李宗盛 谁的心事 被岁月掩埋 若这场梦 像一只鸟 飞不过沧海 害怕天亮之后 记忆是空白 就算 爱是最微弱的存在 也愿 把所有阴霾都驱散 谁才为谁等待 谁又任性责怪 时光匆匆 有一生等待 不为过去和将来 作曲 李宗盛 若这场梦想一只鸟 若这场梦想一只鸟 飞不过沧海 害怕天亮之后 还怕天亮之后 记忆是空白 我不愿不过沧海 我不愿对你跌进尘埃 我不怕陪你跨越下海 听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